听众朋友,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,我是主持人张敏,在前面节目中报道了有关北京301医院退休军医蒋燕永先生失踪的消息。 北京时间7月19号,蒋燕永医生获释回到家中,听众朋友,可能您已经得知这一消息。 蒋燕永医生因在去年4月,率先公开揭露当局隐瞒SARS疫情,被时代周刊《亚洲周刊》评为2003年世界风云人物。 2004年2月24号,蒋燕永医生上书人大政协两会,要求为8964证明,并陈述了自己作为军医,当年救治受伤平民的亲身经历。 6月1号,蒋燕永夫妇因要办理探望女儿的签证手续,在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途中,被警方带走。 两周后,蒋医生的太太华仲卫医生被释放。 蒋燕永医生仍不知去向。 海内外一些知名学者、作家、数万名各界人士,以各种方式,联名致信中国当局,要求释放蒋燕永先生。 6月29号,美国国会20名议员,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,要求释放蒋燕永医生。 7月19号,蒋燕永医生在失踪48天后,获释回到家中。 在今天的节目第一次播出前,我再次打电话到蒋燕永先生家中,想了解心境的情况。 接电话的是蒋燕永医生的儿子,蒋庆先生。 我先请问,蒋燕永医生现在是不是在家,能不能接受采访? 在家,他现在不能跟媒体接触。 那我想请问,蒋燕永医生,他现在不能接受媒体采访,这要持续多长时间? 这个我做不了解释。 这个你得通过有关部门去调查这个。 那我能不能请问,蒋燕永医生,他在去申请到美国探望女儿去大使馆的路上,和太太一起呢,当时的被带走。 那现在蒋燕永医生和太太,还有没有打算要去看望女儿呢? 那看望肯定等情况允许了,还肯定得去,因为他们这个是每年都去了。 现在有这个计划吗? 暂时我也不知道。 蒋医生现在身体和精神情况怎么样,外界也都很关心? 身体是挺好的。 那他现在能不能到户外活动呢? 可以。 那出去探望朋友或者买东西上街可以吗? 这个你,你问这些情况我们都不好回答人的。 你要想了解这么细的情况,你通过有关部门,好不好? 非常谢谢您,谢谢。 为了更多的了解蒋燕永医生和他家人的近况,我采访了蒋燕永医生的女儿,现在在美国加州工作的蒋瑞女士。 能不能请问您现在和您的父亲通电话多不多,都能谈些什么? 我是他回来以后每天都给他打电话,当然是尽量不去说他关起来的时候的事情,但就说家里的事情,孩子的事情,身体怎么样,不去触及任何他不可以说的话。 那在这之前,您的家人有没有向您说过哪些方面是不一谈的? 没有,我不知道对他有什么限制,包括他能不能出门,这些我都不知道,但是我从说话中能够觉得他确实没有什么心中的自由。 我说什么,当然他们不会管,但是那边说什么可能是有限制。 从电话声音和谈话的内容,您感觉到您父亲目前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呢? 觉得他精神也蛮好的,说话也比较自然。 在海外接受媒体的采访,您自己有压力吗? 我还是希望比较低调一点,我还是不能够毫无顾忌的说话。 您的父亲回到家中当局给了这样一个处理的结果,您自己怎么看? 首先,他们能让我父亲回家,我是感到从这点上看是很高兴,人回来了。 大家看了,见摸得着的,不是说关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。 那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最后的结果,所以我还说不上什么。 我还要看事情的发展,当然我希望父亲能够尽早地有他的自由。 自从去年四月份到现在,关于您的父亲所做的事情引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注意,您对父亲所做的这些事情感觉意外吗? 从我对他了解来说,应该不意外,他就是很直的,就是说这种事情,就是人命关天的事情,他看到他一定会去管的。 海内外对您的父亲有很多赞扬,蒋燕永医生被称为民族英雄,中国的良知,而当局的反应,您也知道。 在这种情况下,您怎么想? 当然我这些方面我都听到了,也看到了,我只是觉得他之所以这样做呢,就是出于他的良心,他的经历,他看到的东西,就告诉是你需要的真相。 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,但是他做到了。 我并不希望把他看成一个什么英雄,我希望他仍然是我的父亲。 您为他担心吗? 我当然为他担心。 最让您担心的是什么? 去年的SARS的事,我当时觉得政府不会公开赞扬他这种做法,但是他们不去抓他或者处理这件事情,就可以不指望政府对他有什么赞扬。 今年六四这个事情觉得就好像更严重一些,更敏感一些,所以也想可能会有更严重一点的后果。 他们被抓起来以后,因为不知道他们的情况,确实很担心,怕他因为出来讲真话,被判罪。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说,如果他真想夹你的罪的话,可以想翻说法地找到一条或者怎么样。 但是我想经过这么长时间,他们对他的调查可能抓不到任何东西,放他回家。 我希望了,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。 六月一号,您的父母亲被当局带走的时候,是在路上。 当时他们是要去办探望您的手续,现在判亲的事情怎么样? 我知道他们那天是要去领事馆,要按手印,然后就拿他们的签证。 本来他们是计划在什么时候到美国来探您? 六月十二号。 您父亲被释放回到家中以后,和您的母亲,他们有没有提起过,他们什么时候来探望您? 我爸爸在第一天跟我说话的时候,我就是说希望你还能来,他说已经跟院里头要求,希望他们能够让他来,但是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头,但是还是要尽量争取。 他们有没有谈到有关方面,关于他们能不能到美国来探望您,有没有什么说法? 没有。 您自己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前景? 我还是倒有希望,我没有把这个事情看得好像一点希望也没有了。 我目前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事情上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,但是最后还是解决于官方。 您在父亲节的时候有一篇文章,是您借给父亲的信,非常的感人。 其中也提到家中的有一棵果树,在您父母亲失踪第三天的夜里,突然拦腰折断了,以后那些果子,杏子,您说把它保留在冰箱里边,希望您的父母亲获释以后,来看望您的时候能够吃到。 这个事情,您有没有对父亲提到,他有没有看到您这篇文章? 我听说他看见了,但是只是说了一下,他说你用我冰箱里写的信,那我都看到了。 我不知道是他在里面看到的,还是出来看到的。 那后来在通话的时候,您有没有再提到冰箱里的信? 没有,没有。 您为什么不愿意提这件事情? 有些比较伤感的东西,我现在不想提,我想他要是能来的话,就可以亲眼看到。 这信子还在里面放着吗? 对,是放在冻箱里面了。 您为什么把它转到冻箱里呢? 因为它放在冻箱里,恐怕不能够存放那么长时间。 放到冻箱里面再解冻,可能也不会很好吃了,那么您现在继续保留着这个信子,您是怎么想呢? 就是表示一份心意吧。 您的父母亲想来探望您这个计划,那么现在不能成行。 您自己觉得如果要是长时间的不能来的话,您会有什么反应? 我希望你能够很快恢复他应有的自由,如果他长时间不能来的话,就说明政府还不想把他的自由还给他。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,您会做什么努力吗? 我具体会做什么我不知道,但是我想我会尽我的力。 现在外经有说,蒋燕永先生他下一个研究的目标,或者说要谈的问题是有关艾滋病在中国蔓延的问题。 据您所知,您的父亲蒋燕永,医生他是这么想的吗? 他跟我提到这个事情,他希望他能够帮助那些艾滋病人。 他近一段时间来是比较关注这件事情。 我今年四月回去过一次,当时家里有一些关于艾滋病的录像带,他就给我看了。 我觉得他对这事情很重视,他说中国现在这个艾滋病的问题很严重,实际上得病的人数很多,有些到现在还不知道已经得了病,这个病发病期很长,所以再过几年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发病。 所以他很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呢,出一点力。 我不是说这次才知道他想在这方面做一些事。 如果蒋燕永医生继续发表言论或者做一些事情,您自己感觉怎么样? 我想他所谓发表言论就是说在讲真话吧,我也希望政府呢,对这些中言应该能够听得进去,很常说中言逆耳,但是像现在说的艾滋病,我也真希望政府能够重视,要不然真的老百姓真是很苦,他们一点知识都没有。 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下,您还有什么要向国际社会或者像中国的当局,您有什么特别想向他们讲的话吗? 我希望政府做事要按照中国的宪法做事,我当然希望我父亲能够尽快地恢复他应有的自由,觉得我就没什么说了,那我要看。 好的, мы下次见! 编译&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